好,接著要介紹管理者怎麼把收集完的資料 做上傳的動作 當然管理者在做上傳動作之前 也是要先做一下 照片的篩選 那假設都篩選完畢了 那我們現在 可以點擊這裡 那這邊有個相片 把它點下去 就可以來到Google的相簿 Google相簿這邊會有一個 建立跟上傳 那我們選擇這個上傳 當然你要先 去建立相簿也可以 那但是就是先用這個上傳 那假設我們今天先上傳一張 這個愛寶貝的Logo 那把它Open 那他上傳完成之後 他會有秀出一個東西 那會有一個叫新增相簿的 那我們先把它新增到一個我們要練習的相簿 把先新增進來 那他可以把上傳完的東西直接加入已經存在的相簿 或者是先新增一個相簿 假設先新增一個相簿 那相簿你就可以給他名稱 那通常都是建議 可以可以先取一下 耳日 那個年月日 那當然這裡就是標題啦 但是這個標題是看你 這個相簿的標題是要選怎樣子 那這個我們稍後再還會有一個進一步的結束 那這個完之後就把它按完成 然後上去 好上一步之後我們選點選相簿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相簿這個地方會多了一個 新增加的標題 那這個命名的規則看你習慣 我的習慣是 會去用底線把日期分割開 這樣我可以一目瞭然知道這是哪個時候造的那是什麼名字 比如說名字是什麼來自阿宮殿的音樂之類的 那這個名字就是 管理者自己去取個名字 那 當然不可能只有這張照片 所以我們可以點進來發現有第一張照片 那我們假設再新增幾張 新增幾張 我們剛才選好的照片 那你會發現他點心增的時候他是會先會去你預設的 呃 檔案這邊讓你選 所以我們是要選這個 如果你都還沒上傳的話就是從電腦中選取 那假設我們是選這幾張 這幾張是示範的 先把它上傳上來 那這邊就開始發現他在上傳 那這個上傳的 這個 通常不建議是選太多張 有時候會 中途斷掉了 所以就是你就選擇適合的張數就好 然後就上傳完成了 上傳完成之後這邊的照片就變多了 變多 那 那 上傳完 如果當你把全部的照片全部上傳完的時候 那你還是可以再去先做一下解釋 看是不是有的需要刪掉 那等整個都已經確定了 這個就是全部就是你需要的照片的時候 我們比如說我們看 我們就要 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張這個稍微 顏色看起來會有點比較暗 那我就把它點進來 那這邊會有一個編輯的按鈕 編輯進來之後他會有一些 特殊的效果 那通常我是會選一下自動 如果這一張的顏色有點比較暗沉的話 通常會選自動 他就會稍微自動幫你調 調一下亮度之類的 那看起來就會好一點 那我們就把它按完成 好完成之後 在整個都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的亮度就會稍微比較亮一點 那比較接近這個的亮度 那這是整個 照片一開始 使用的方式 當然 這樣照片 弄好之後 你如果需要進一步的話 進一步分類 比如說 某個人有特別的分類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另外的介紹 假設我們進來 本來是下面這邊嗎 那相簿這邊 我們可以繼續加 那這個建立相簿 他會讓你選照片 假設我今天是要建立 好我今天要建立恩與的照片 那假設我就選 我就選這裡面已經有恩與的照片的 那我選完之後 我選建立 那我就標題我就可以選 然後打勾 那會上一步 你會發現其實他這個照片是可以同時存在不同的相簿的 所以他並不會有衝突 所以就是你整理起來的時候 到時候某個特定的人的照片 其實 是可以整理出來的 他只是整理相簿的方法 好那假設我今天又建一個別的另外一個人的照片 比如說 我 建立 得安的照片 我就選 選得安 比較 比較特殊的 比較OK的 那我就建立 可以加一下年份 加一下年份就是 我收集的是以年份為分類 那這樣我就可以 分為不同人的照片 的區域我就可以很 很快的去看到這個人的狀況 好那 我就不用只在那邊上傳 不用分好幾份 我當然你 如果說他這份照片你不需要的時候你可以把它刪掉 比如說 好那我把這個刪掉 相簿刪掉 好那他你看你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刪除下面後其中的照片和影片會留在相簿庫中 所以這個不會不見 所以我們就把它刪掉 所以雖然刪掉但是其實他的里面的照片還是在相簿庫中 並不會被刪掉 他只是 呃 相簿這裡是被刪掉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刪除 刪除 好 那當你要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待會兒我們再來講那個分享的功能 就是 還有 谢谢大家